画面中男子熟人的开启机车坐垫 东摸摸西摸摸接着转动另一台机车的钥匙 掀起椅垫仔细翻找 神秘兮兮的把物品塞进包包 最后又在左侧的车厢中顺手拿起皮夹 原来他是一名窃贼 行窃过程全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我住这边住了十来年 快二十年了都没有 都还是第一次碰到 这该是民众自己不小心的 是发在周日凌晨新竹国光街 实切车主及友人在七楼停放机车后 没有拔钥匙 便走去附近的巷口聊天 没想到让小偷有机可乘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就拖走了长甲与腰包 穿主损失超过一万元 立刻报警追踪 也气愤碰网 请网友携询这名良商君子 趁无人看管之际 窃取车厢内钱包等财物 本所已经掌握特定嫌疑人追气中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嫌犯权地查气中 也提醒民众防人之心不可无 停好车离开前记得拔下钥匙 车厢内也尽量不要放置贵重物品 降低实切风险